新闻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不是未来的威胁 中国如今是一个威胁 他炒作渲染称 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能力 作战概念和组织 这些都是专门用于击败美国及其盟友 在西太平洋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 包括针对美国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等陆地和海上资产的武器 此外 中国继续扩大其核力量 及其在网络空间的作战能力 我们可以预期 所有这些趋势都将持续下去 肯德尔声称 过去15年访问印太地区时 他就看到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意图的担忧 甚至是警告 他炒作声称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解放军正为攻台和索台 进行着更大规模 更为复杂的演习 我并不是说太平洋战争近在眼前或不可避免 不是的 肯德尔接着说 但我要说的是 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 并将继续增加 新闻稿称 演讲中 肯德尔高调喊话 美国必须为未来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 然后他列举了空军和太空军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方式 包括一项实现作战紧迫性的大规模现代化计划 为了防止冲突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为了在冲突中获胜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讲话中 肯德尔还谈及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最新局势 在谈到目前中东地区的冲突时 肯德尔声称 伊朗今年4月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失败 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美国空军和太空部队提供的防御 他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 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的努力 在限制冲突规模方面取得了成功 这一成功是美国军队 包括重要的 是美国空军在整个地区的存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在谈到俄乌冲突时 肯德尔声称 无论冲突是否何时以及如何结束 俄罗斯仍将是该地区的威胁 随着俄罗斯将因多年的冲突而削弱 而北约将变得更加有韧性 肯德尔称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北约已经变得更强大 许多北约国家都达到了 其国防开支战GDP百分比的目标 我们还在加深与欧洲传统盟友的伙伴关系 他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 即各盟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 分担将挪威的联合攻击导弹 整合到F35战斗机上的费用 这将大大提高 我们与挪威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伙伴的海上打击能力 这是从设计上和行动上来得以实现的 近年来 五角大楼持续炒作中国军事威胁 试图借此争取国防预算 今年四月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举行小组会议上 肯德尔出席并继续这样的陈词滥调 声称美国没时间了 因为中国军事能力迅速发展 而美国军事计划 因预算延误而面临滞后 现代化的时间和速度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没有时间了 肯德尔称 中美正争夺军事技术优势 中国空军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现代化 对美国构成步步紧逼的挑战 Pacing Challenge 但美国却在更新武器方面成本过高 预算不足 此前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孝 曾驳斥美空军部长称 美方以所谓他国威胁为借口 扩张自身军力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众所周知 美国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 研发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 组织军事攻防演习和技术实验 甚至恶意跟踪 并危险抵禁别国航天器 制造太空物体碰撞风险 已成为太空军事化 战场化的最大推手 和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方一贯坚持 和平利用太空 反对太空军备竞赛 积极在太空领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敦促美方 并弃冷战铃和博弈思维 停止散播虚假不实言论 停止在太空阔军备战行为 真正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防止对全球战略安全稳定 造成严重冲击 全球战略的赛兵败